阿富汗武装分子扛起毒刺导弹瞄准了一架苏军直升机 下一秒苏军的磁路武装直升机便应声而倒 另一架直升机发现队友被击落立马释放干扰弹逃跑 但武装分子显然早有准备 只见头目从皮卡车上又扛来一枚毒刺 在直升机没飞离攻击距离前便成功将气击落 消息很快便传回了苏军的指挥布 经过调查得来的情报显示 美军支援了阿富汗武装分子整整400枚毒刺导弹 用来打压苏军在阿富汗绝对的制空拳 这些导弹被美军隐藏在商队中村批次运往阿富汗 苏军立刻成立了一支特别作战小组 争取将那些还没运来的导弹全部解离 很快他们便在商道上拦截下了一辆破旧的大把车 经过战士们的仔细搜查 他们在后备箱的粮食袋里发现了一枚反坦克电影 于是便立马对车上的乘客进行盘问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一个老头的手上居然带着林贵手 这显然不是阿富汗人能买得起的东西 肯定是和美军交易士得到的 于是他们便把这个老头带了回去 经过上尉的一番威逼利诱之后 阿富汗老人交代出了毒刺导弹的运送线路 特战小组在得到情报后 也是立马赶去目标地点进行安解 很快他们发现了运送导弹的商队 于是便立马展开进攻 毫无防备的武装分子被打了得过手不及 反应过来的武装分子开始团击 嘶吼着便朝苏军正面起来 但苏军占据着有力地形一手无锅 很快冲上来的武装分子便被尽数消灭 最后一名武装分子见识不妙想脚顶抹用 结果也还是被苏军战士一枪撂倒 然而苏军战士们在事后打扫战场时 并没有发现毒刺导弹 他们意识到这是老头为了脱身提供的假情报 气急败坏的长官让手下把那名老头抓了红 对方知道苏军上当后显得洋洋得意 结果下一秒就被苏军战士当场击毙 之后集结了特战小组打算来个主动出击 可他们殊不知另一边的武装分子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正在静等着苏军刺头罗网 苏军战士正在给受伤的阿富汗老人喂水 结果下一秒竟遭到了对方的偷袭 老头在被窝里扣动了手枪 一旁的队友健壮怒上心头 直接抄起PKM机枪便将老头打成了马封窝 他们不知道此时的阿富汗已经全民戒兵 连番的玉西搞得苏军士兵们神经紧张 就连在路边发现的茶壶都怀疑是炸弹要仔细查看 一名士兵在远处架好机枪 工兵靠近用铁棍仔细探查 谁知刚一下手便感觉手感不对 扒开一看下面居然连接着十几名地雷 他立马便将这一情况告知给了长官 于是长官决定将计就紧 引爆这些地雷勾引武装分子过来查看 随后便让工兵开始准备 其余所有人后车到安全距离 工兵用一根绳子绑住巢 随后躲到了两个大石头后面 紧接着用力一拉 顺利将这些地雷引爆之后 苏军士兵列开始对着山坡开枪假装遇血 让武装分子以为他们死伤惨重 他们用鞋子伪造出逃跑的脚印 随后撒上鸡血和大量的弹壳 甚至还大手里地炸毁了一辆卡车 接着便埋伏起来观察情况 果然阿富汗武装分子不久后便前来查看 通过地上的痕迹他们成功被误导 确定苏军肯定是中了他们的埋伏 于是立马便叫来两卡车武装分子打算乘胜追击 来福的苏军也没想到居然来了这么多人 就在长官决定取消计划撤退的时候 几个武装分子却不知何时已经绕到了他们身后 好在一名苏军战士及时发现 战友直接过来抹了他的脖子 随后甩出飞刀又解决了一名武装分子 然而他们的位置已经到了 双方的交战一触即发 眼看阿富汗武装分子评速中度 猛烈的攻击打得苏军战士们不敢露头 于是长官便想用无线电呼叫直升机空中支援 结果总部这边刚刚接通 阿富汗武装分子便发射了一枚火箭桶 这一发恰好炸到了他们的电台导致通讯中断 趁着这个时间武装分子爬到了高处朝苏军丢出手楼弹 并从多个方向包抄苏军 眼看打也打不光 想要呼叫支援电台也被炸捕 于是苏军只能选择强行突围 他们丢出大量的烟雾弹引脏身形 成功摸到了卡车边向外逃跑 但最终也只有六名苏军战士逃了出来 虽然现在和总部失去了联系 但身上的任务必须完成 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个村庄打算暂时休整一番 结果一名士兵在着水室发现了一名阿富汗女人 看到女人美艳绝伦顿时心生歹面 只见她一步一步地靠近瑟瑟发抖的女人 却没发现身后女人的丈夫已经带着锄头赶过来 男人从背后一锄头干碎了她的几粮目 队友听到动静赶来发现士兵已经被杀 于是便愤怒地开枪将两人全部击毙 结果枪声刚好被附近正在追杀他们的武装分子听到 当即便朝着这边赶过来 苏军士兵见状不妙指的立刻撤退 在临走时还顺手炸毁了村庄隐藏杀害平民的证据 仅剩的五名苏军士兵好不容易逃到了一处矿路 结果在行进过程中一名士兵不幸触发了鬼 小队再次检员一人不说爆炸声又一次暴露了他们的行动 武装分子不久后便追了上来 在交战中一名士兵被重伤 知道自己生还无望后便拥抱了手 牺牲自己为队友创造了宝贝的逃跑机 最后三名士兵一路奔逃了许久 刚打算在石头旁休整片刻 就听到了两辆皮卡车正急吃而来 苏军士兵迅速架好机枪 趁对方没有发现他们果断发动袭击 两辆车上的武装分子被禁术消灭 随后他们便走了出来打扫残局 结果一名武装分子还没死 用最后一口气开枪击中了一名苏军士兵 之后还引爆了手 当幸存的苏军队长醒来时 武装分子头目已经赶了上来将他俘虏 对方刚打算将他当场击毙 另一名幸存的苏军士兵抄起车上掉落的 独自导弹引爆了大罢车 队长也趁着这个机会迅速起身 双方围着原地不停转圈展开对峙 就在头目持刀攻向队长的时候 另一名苏军战士从背后用机枪解决了他 随后仅剩的两人伪装长阿富汗人开车逃走 一直跑到天亮皮卡车发动机过热霸攻 苏军士兵来到旁边的村子里打算弄点水冷却 结果被一名小孩看出了他的身份 对方当即便进门拿了把力撇出来 就当他想要开枪时 队长刚好赶过来抬起了枪口 谁知子弹刚好打中了天上的苏军直升机 苏军以为遭到了袭击便朝着村子发射火箭弹 整个村子被瞬间炸缝 之后便开始追击皮卡车 两名苏军战士健壮 只能左右红跳制造灰尘打算甩开它 但对方在天上根本不吃它这一道 无奈他们只好停车扛起毒刺导弹 对方健壮迅速掉头离开 最终两人成功带着缴获的毒刺导弹返回了营地 本期的故事也就到此结束